全球氣候暖化造成海平面上升 不少島嶼國家面臨消失危機 科技部10號說明 氣候驅動的陸地水循環 減緩過去10年海平面上升的速度 而靠海維生的阿美族人 也感受到海洋近年來的變化 表示過去海域的確和現在大不同 氣候暖化應該會影響到 我們一些生態的生物 對啊 你沒有看到 今年真的很熱 會上升啊 就是上升 而台大大氣系助理教授羅明輝與NASA合作 透過衛星進行探測 發現過去10年陸地的含水量增加 原本平均每年海平面 應該要上升3.3毫米 但實際上只上升2.5毫米 陸地含水量增加 讓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減緩20% 暖化進入停滯期 但強調海平面上升並沒有停止 海平面上升的幅度是 是一直在上升 所以過去這一百年其實從資料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它是一直在上升 但過去這十幾年 有一些更更仔細的數據跟我們講 就是Grace跟我們講 這些減緩的水 其實並不是說水就不見 或是說不再減緩 因為冰 冰川還是一直在融化 羅明輝提醒陸地多吸收的水分 最終還是會回到大氣循環 更影響當地整罰善量改變氣候 另外未來十年到二十年 陸地水分回到大氣循環 海平面上升速度會有劇烈變化 但上升多少目前無法預測 提醒世界各國都要持續關注 記者南部打給台北市 新北市瑞芳採訪報導